同志们我要曝光一下牛小爱 燕尔无信 她答应过粉丝 她心里面回来之后给大家拍拆箱 结果呢 她偷偷的给她都拆了 我这不还没有拆开吗 这不还有个盒子吗 拆箱就是你的快递 快递袋子嘞 快递袋子 我想了你们也不爱看 你们爱看吗 那里面的戒指都拿出来了 别把戒指放进去了 我们现在来开箱吧 首先啊 这外面 这外形 这个盒子我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 漫画一样 打开 哇 首先 这有点潦草 但是还是挺好的 但是她正中了一个贴纸 我对这个贴纸非常的满意 让我非常惊喜的是 你知道什么吗 刚才我就正常给它打开 结果我发现 正常的他们那些帆布笔 他们就是那种 可以随便塑形的嘛 但是这个你看 它这下面无论怎么塑形 它这上面永远保持的是这个造型 发现了没有 它打开之后 这中间有个钢丝 就是给它记住了 好高级啊 主要是牛小爱还没用过这类似的笔袋 嗯 这个图案是刺绣的 也还挺精致的 我喜欢 接下来就是整理笔袋了 首先放我平时做笔记 非常喜欢用的这几只记号笔 我给你看一下我平时做的笔记啊 这些都是我要背的 我们老师不喜欢给我们背字 就喜欢在书上找了个 重点 我跟你说非常神奇 是你知道什么吧 我就是单独这样画横线 老师我背 我硬是背不进去 然后我用这个画了之后 我就背的进去了 很神奇你知道吗 你用彩色的给它做重点标记了 印象更深刻 是的接下来是推夹器 然后是铅笔还有铅笔心 现在铅笔用的还多吗 用的多啊 数学做图都经常用到嘛 你把包 看赶紧放我一把给你抓进去 钻了有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扑布红的那个橡皮 挺可爱的小黄鸭的 夹子旋 必用在那个 这个那个文具盒里面 虽然没用 但是 就是想放 然后这是一个 那个笔心 零点五的 没有 然后这是二笔铅笔 我平时那个考试的时候用 还有必备一支红笔 帮老师改作 耶 这几只黑笔这么少 这几只是常用的写字笔 是的 需要我一一介绍了吗 这不用了吧 就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有小爱瓶子 用的就是这里 这边都很好用是吧 放进去 树干 这种法 然后一个修身带 你看这样可拆卸的 接下来这个大夹子 我也不知道他是用来干什么的 但我看他们卖文具盒 都喜欢这上面夹的夹子 我也想给他拿过来夹一下 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用 我从这边看好看 这边看不好看 找我后面有一个细节诗 自己根本都不知道跟的是啥 你奇怪 做自己吧小伙子 挺好 这没有变清 OK了 今次分享到此为止 拜拜